2425在花蓮央月美帝度假酒店 举行2023创意绿生活智慧新导览的成果发表会 以及体验活动 共计有75位文化创意产业观光旅游业者一同来参与体验 24号、25号在花蓮央月美帝度假酒店举办的 2023年创意绿生活智慧新导览成果发表会 以及体验活动 共计有75位文化创意产业观光旅游业者一同来参与体验 主办单位安排最初的声音漫游者剧场的智慧导人体验 就由手机未载具从亚业美帝出发 用GPS定位解锁50甲的历史记忆 聆听最初的声音与自然重启对话 在这里甘城村是舞台 森林是场景 水流声是音响 连环境一起在这里共演 透过实体虚拟的云端游走 实际加入在这里生活 探索漫游洋越美帝及干城村落的价值 很棒 很好 对 很棒 那我们都是第一次的体验 很多养生的蔬菜 很多 五星级的饭店都没有这么多 真的 因为我做过很多五星级饭店 这次 三次最开心 很舒服 某一下去是真的超冰的 可是适应了以后真的 比温泉还舒服 下次有机会还要来 而且 就像刚刚那位姐姐说的那个饭店房间真的好大 又有一个小小小阳台 真的很赞 很好玩 尤其是骑滩车听那个流水声 哇真的是特别棒 不错啊 很凉爽啊 感觉很好 诶 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哈哈哈哈 这种体验不错哦 我们踩在一大群厚重的落叶 对就会觉得哇 他真的知道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什么 然后一边讲以前的历史跟故事 然后又融入了主角 他的一些生命的历程 你就觉得 你就进入了一个环境剧场里面 就是可以很深入的了解这里的 就是曾经有过的文化啊 故事非常的有趣 金牌机团川普人 董事长颖存手表示 这次活动安排入住央业美丽住家酒店 参加者不仅能够抢先体验首创智慧互动式的导览 在地的场观学界伙伴整合一股推动地方创生的力量 实际创造属于干层社区的在地体验 为地方产业加值 为地方永续发展积分心力 经济部跟中卫中心 在积极推动绿色旅游的同时 我们央业所创的配合政府 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智慧导览的一个旅游 所以也丰富了我们这一次 所有我们央业的好朋友们来 到我们央业的时候呢 增加了一个很棒的 我们叫干层疗愈小战 也就是我们的五十甲的故事 从我们的干层的早期 他叫什么 他叫五十甲 从早期听最早最早的声音 来看到我们这一次 他整个绿色旅游的内涵 所以我们这一次 所有的好朋友 这一次参加的也非常地踊跃 也希望他们这一次 有一个不一样的 我们讲的绿色旅游的导览 是一个智慧型的导览 然后延伸到我们所谓的低碳的旅游 所以我们这一趟的旅游 也可以减碳了二点多公斤的 这样的一个旅程 也就达到了我们的永续 达到了我们的低碳的一个永续发展 智慧达人最终章引导人们来到 想炒疗愈的小站当中 五十甲故事分享基地 依五十甲的故事馆 透过三条故事线 展示人们与这片土地 人与人 人与社区所经历的特殊关系 用自己内在的声音创作 自己的故事交换故事 让这个社区的文化能够得以传承 以及发酵 记得继续接下来 我们到 谢谢大家